今天周四县温旅区的工作人员给我打电话说 看到我发这个视频 现在周四县所有的景区 所有的房价现在已经进行了管控和调整 但是我今天又看一下房价 今天新疆特克斯县穷富斯台的这个景区的房价 今天是7月4号大家看一下穷富斯台的房价 3493啊超出所有的想象 这煮了一碗面条三个人的份量 其实没有多少80块真的是干同 只要发文哪怕说一点不好的 在评论区都会迎来大量本地人这样的回复 各大文理局长费尽心思的宣传新疆宣传景区 但是呢这种宣传在各种的高价消费 旅行团民宿租车各种甩客退单 临时加价面前显得那么的苍白无力 举一个很小的例子 我在新疆全程不走高速 但是呢就光是国道和省道的过路费 我也花了600多了 钱是不多 虽然说我也没有吐槽过 但是并不代表我的内心一定就是认可的 而过路费其实也只是其中的一个很不显眼的表象罢了 如此多不合理的收费变成了在你们本地人心中的 没有钱你就不要来 大众不是傻子 为什么在原本最旺季的时候变成了这样 难道还不够明显吗 口碑是口口相传的 蝴蝶下影远比我们想象中的力量要更大 我还得需要40块钱一个人 车呢车是多钱啊 车每个收五块 每个收五块 就看湖 就离湖也就50米100米给拦住人不让看 这是独库公路的一个停车带 全是水瓶的垃圾面 我觉得开第五星期二年了 我找了半个月的25块钱土豆子单人消费27 2块钱打包盒子钱啊 但凡它土豆子什么有80克肉 老板都赢了 而且我觉得也不贵 菜外皮 我就是给你看一下 肉呢 为啥打开一片就没有了 哈哈哈哈 27宿的 终于踩坑了 我操 我操 两片 这算一下 哈哈算了 这几人家的院子里 谁家的杂草这么长 各种杂草都有 你职业做民宿的 可能就几个来了 哎 这不能清晰院子里杂草吗 看看啊 就这破地方 到边 一个凳子没有 哎 就这有凳子 你坐就260块钱 不坐 你到边就站的 累的你就蹲的 就这清风 谁不来啊 啊 你要累了 你坐 你坐这凳子 就260块钱 你要不坐 你就在马里亚正蹲的 一个凳子没有到边 休息一点 现在是7月1号 上午的8点 这个让大家一直吐槽的 虎口围墙正在开吹 从今年5月1开始 有网友拍下视频 网友对虎口固的围墙 真的是义愤填膺 观看母亲和 必须买文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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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经历长刚刚再拔的 前两天从对面看的时候 这个围棋 现在的话